索尼的123档游戏库怎么找怎么进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到会员的这个界面 按一下手柄的下 这有一个菜单 四个选项 找到最后的游戏 按手柄的R1键 切换到游戏 现在这个界面是123档会员的所有的游戏 我们可以按下键 再按左 放到这个按钮 然后点击X 第一个排序方式 选择最后一个 那就是按时间排序 今天是2022年的8月15号 明天二档会员会加入新游戏 现在还没有加入 最新的是8月份的一档会员会免游戏如荣漆 点击圈键返回 下面我们看一下 一档会员从哪进 拉到下面这个位置 这是PS每月送的游戏 这是一档会员赠送的游戏 选集里面有20款游戏 这里面有很多经典的游戏 比如说底特律变人 神秘海鱼4 美国末日1 还有战神 怪物热人世界 最终幻想15等等 一档会员说完了 我们看二档 二档会员的名字叫升级 进入游戏目录 再查看游戏 这是目前所有的二档会员的游戏 这个游戏库性价比很高 游戏很多 而且每个月都会有新游戏进来 从6月中旬开始 首批游戏进入 7月20号左右又进入了一批新游戏 8月16号 也就是明天还会进入一些新游戏 下面我们看一下三档会员 三档会员就是这个经典目录 进入查看游戏 这是三档游戏库 三档游戏库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重制版的老游戏 还有一个是老游戏 像铁拳 下面也有 这是经典目录PSP PS2游戏 下面是重制版的游戏 三档会员除了游戏库之外 还可以试玩一些新游戏 比如最新的地平线2 可以试玩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赛博朋克2077 也是五个小时 我现在是国行的PS5 被奔到港服 买了二档会员 所以三档会员是需要升级的 是一档会员的 含脣会员